李维嘉暴受痛哭频频上热搜 而他自己却否认了失恋的说法 但据某知情人透露 李维嘉情绪如此不稳定 应该是被他经纪人挫伤 他经纪人不仅伤害了感情 现在依然开着他的车 住着他的房子还劈腿 反正挺扎的 该知情人还表示 觉得李维嘉确实挺惨的 李维嘉担任张杰音乐合伙人 亮相歌手引爆的 暴受话题发酵至今 各种诸如生病 失恋的传闻频繁登场 连续两度在母节目中崩溃痛哭 更是将关注度推向顶峰 虽然李维嘉否认了自己失恋的消息 但那句愿意为前任做任何事的话 还是不禁令人想到了 其老婆龙丹妮